为了因应亲民祭祖的传统 新城乡公所从3月2号开始到13号 特别在新城公墓 北浦公墓 进行了周边环境 以及除草的相关工作 目前已经完成 让民众在前往扫墓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方便 新城乡长和立台折成生命理所 并且有请协队协助 在109年3月2号到13号 进行新城公墓 北浦公墓周边环境整理 以及除草 目前除草以及环境整理工作 已经完成以提升 乡亲扫墓的便利性 另外许多乡亲提前 继组新城公墓 北浦公墓 从3月1号到庆明节期间 每个星期六日 都有值班人员 以利民众安排 期间前往扫墓 并且在3月21号期 一直到10月5号 庆明节止 新城以及北浦公墓 并会搭设棚子 方便民众祭祀 清明节将至 新城乡公所为了让我们的乡亲 方便扫墓 所以在3月1号到3月16号 这段的期间 我们做清明扫 这个除草工作 方便我们所有的乡亲 前往扫墓 但是今年因为有武汉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服务要扫墓的这些乡亲 我想圣中作业非常重要 这次请大家希望在分流分批 而且在4月5号之前 大家能够分流到我们的新城1号跟2号公墓来扫墓 因为这个疫情我们大家要来防范 那么为了方便大家来扫墓 我们也搭了棚子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次对整个环境的维护特别的重视 我想这个清明时间是大家非常注重扫墓的这个期间 我们公所希望 这次我们大家要服务大家 然后希望能够分流前往来扫墓 那我想这个新城1号公所 为了方便各位来扫墓 我们假日期间 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的纳谷塔 通通有人在那个地方来值班 方便民众的这个需求 向上合理台表 是圣中追缘祭祀祖先 是中国人的优兰传统 亲密节除了祭祀以外 也一并整理墓地以及周边环境 为了让民众扫墓更加顺利 特别请清洁队整理公墓环境并且除草 近期也会加强公墓周边的清洁 乡亲届时只要稍作整理即可 新城乡公所也期盼乡亲整洁祭祀环境 让乡亲能够虔诚记住 记得请问新城外道